全台第一架A32-16 在今天中午由新宇航空董事長张国伟 亲自从德国汉堡驾驶回台 有许多航空民就纷纷留言说 很期待能乘坐这架飞机 相较长容波音787 以及华航等A350大客机 因为A32-16是载体的飞机 不过同样可以平躺 而且还有个人娱乐系统 全白机身搭配金属色线条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亲自驾驶全台湾首架的A321neo 完美落地 张国伟荣光焕发走下飞机 接受在场所有人的尖叫声迎接 开心表情全写在脸上 随后接下同人们的花束 记录着重要一刻 时间往回推到这个月25号 张国伟率队到德国汉堡 进行A321neo的交机仪式 当时他忍不住雀跃心情 深情亲吻飞机机身 让人印象深刻 26号上午9点张国伟就驾驶新机 从德国汉堡起飞 途中停留杜拜以及曼谷 27号中午11点20顺利降落台湾 事实上新宇航空开航初期 是台湾单走道的小飞机 但尽管是小飞机 但在小武航的配置上 已经有全平躺180度的座椅 10月初新宇航空就对外展示 A321neo的机舱设施 里头共有188个座位 还有8个可以全平躺的商务舱 而且全舱都提供文字讯息的 免费Wi-Fi服务 如今新宇航空引进首架的A321neo 渴望为台湾的航空业 带来新气象 东森新闻黄旗东王免军 廖品军在桃园报导 ye启望 还有 描写 暖面